相信不少朋友最近都在跟着很火的刘更宏一起跳《本草钢木剑美操》 最近刘更宏也因为自己的正能量健身直播而火得一塌糊涂的 那么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关于刘更宏的故事 刘更宏最近在网络上掀起了一股健身的浪潮 不少的男女老少最近都在跟着刘更宏一起健身 而在刘更宏的直播间也是很有趣的 见如今刘更宏靠着直播健身而意外走红了 他的粉丝量竟然达到了9000万 而很多的网红话题也都带有他的名字 现在的他可以说是火得不能再火了 而在刘更宏的直播间也是非常的有趣 刘更宏的直播间里都是非常正能量 不过最让人搞笑的就是 他的直播间竟然总是因为各种奇葩的理由遭到禁播 理由都是非常的离谱的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究竟有多离谱 第一次在刘更宏的直播被禁播竟然是因为他的夜毛太旺盛了 就被平台认为是不哑观 就被直接强行中断了直播 后来因为这个理由 刘更宏把自己的夜毛给剃掉了 继续进行直播 原本以为将夜毛剃掉就会没事的 没想到他的直播间竟然遭到了第二次强行中断 本以为这个理由就算是离谱的了 没想到第二次更离谱 这一次是因为刘更宏的胸肌太大了 平台直接就认为是在哺乳期打擦边球 真正的让人又气又好笑啊 后来刘更宏夫妻俩直接就是穿上了羽绒服来遮盖 重新开始了直播 前两个理由大家看到肯定也会觉得搞笑了 没想到后来被禁播的理由更加让人笑掉大牙 在一期新的直播当中啊 就是因为刘更宏说了一句 助周杰伦身体健康 结果呢 就被平台认为是涉及到了医疗健康 对他们的直播间啊 再一次进行了警告 这样的理由真的是让不少人捧腹大笑 可以想到啊刘更宏夫妻两人是多么的无奈 在刘更宏的直播间里啊 大家可以跟随着周杰伦所唱的那首《本草纲目》的韵律 做起了健美操 而关于刘更宏最开始认识他 其实啊也并不是健身方面 而是周杰伦 因为他和周杰伦可是关系非常不错的兄弟 当初啊周杰伦还没有出名的时候 可都是住在刘更宏的家 可以说是吃刘更宏的 住刘更宏的 也算是周杰伦的恩人了 刘更宏对周杰伦可以说是心如兄弟 当时啊周杰伦还是一个小透明的时候 刘更宏已经在圈内是小有名气了 所以刘更宏也是不遗余力的帮助周杰伦成名 当时刘更宏在台湾省 已经是很早就出名了 当时周杰伦也还是一个穷困潦倒的小透明 刘更宏已经是有车有房了 又有名气了 不过呀 好在当时 刘更宏是十分欣赏周杰伦的 一直都非常的照顾他 刘更宏和周杰伦的关系 跑得就像是自家人一样 后来周杰伦的名气呢 也是逐渐的超过了刘更宏 后来在2015年的时候 刘更宏还开了一家周杰伦元素的咖啡厅 而周杰伦呢 也表示非常咫尺 在周杰伦出名之后 周杰伦就反过来努力的捧刘更宏了 仔细返回去看一看周杰伦的那首唱片的MV 男主角竟然是刘更宏 周杰伦的彩虹天堂是写给刘更宏的 不过呀 最后还是没能够将他给捧起来 不过尽管是这样 周杰伦和刘更宏的关系 还是一如既往的好 他的车子呢 也会给刘更宏开 衣服也还是和刘更宏一起穿 甚至呢 就连他自己的信用卡的密码都告诉了刘更宏 用一句老话来说呀 就是滴水之恩当以永泉相报 周杰伦就是这样 被人敬他一尺 他就会敬别人一丈 如今啊 刘更宏也是凭借着自己的健身直播 再一次翻红了 将必周杰伦看到之后 也会为他点赞 刘更宏和周杰伦之间的友谊 也是非常的让人羡慕 现如今啊 这两个月以来 刘更宏也是每平均1.3天 就会进行一次健身直播 大家对于刘更宏的印象 除了因为周杰伦 还因为当时 他带着自己的女儿小炮夫 参加了亲子户外真人秀节目 《爸爸去哪儿》第五季 当时凭借小炮夫的萌和可爱 以及啊 刘更宏那个温柔奶爸的气质 这对妇女呢 可是收割了不少的粉丝 可以说呀 那一次 也是因为自己的女儿小炮夫 刘更宏也是再一次翻红了 后来在2021年的时候 刘更宏一家也是举家搬到了内地 最后又和MCN机构 《无忧传媒》进行了签约 一开始呢 刘更宏也和大多数的网红一样 就只是直播带货 但是几个月下来 也并没有激起任何的水花 数据呢 也还是非常的惨淡 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 刘更宏也是独辟蹊径 开始做起了自己 所擅长的健身直播 在此期间啊 刘更宏也是和艺人进行了连迈 在这一次也是积累了不少的关注度 在直播间里呢 刘更宏和自己的妻子 一起给大家直播健身 夫妻二人呢 也是非常的拼命的 说到她的妻子 大家也应该知道 她的妻子叫做王婉飞 遇到她妻子的时候呢 正是刘更宏的事业低谷期 而当时的王婉飞 可是坐拥着环球小姐的头衔 可以说呀 正值事业的上升期 不过最后两个人 还是不顾一切走到了一起 两人相恋的七年之后 在2007年的时候 刘更宏大肆的操办婚礼 迎娶了王婉飞 他们两人之间 那幸福美好的童话生活呀 也一直持续到了现在 每一步都走得非常圆满 结婚生死 可谓是其了融融 后来王婉飞 竟然被检查出了 有很严重的子宫激流 当时呢 就被爆料出来 将不能够生育了 而原本没有打算 要孩子的夫妻俩 那个时候的心态 也转变成了想要备孕 后来王婉飞 坚信地备孕了两年 才有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整个怀孕过程当中啊 一直都是在保胎打针和吃药 过程可想而知 是多么的艰难 后来呢 在生完第二个孩子 小泡夫之后 医生就曾经告诉他们 不可能再要第三个孩子了 但是后来没想到 不久之后 王婉飞又怀孕了 但那个时候 王婉飞的身体里 已经长了九颗子宫激流了 这样的生育啊 也是十分的危险 那个时候 刘更宏也劝自己的妻子 不要再继继续生孩子了 可是王婉飞却舍不得 最后还是将第三胎生了下来 不过呀 最后因为身体原因 王婉飞最终 在生完第三胎之后 就选择切除子宫 来化解健康危机 不过对此呢 王婉飞还是表现得非常乐观的 现如今啊 刘更宏也是凭借着健身直播 再度火爆了全网 也算是迎来了自己事业的第二春 希望他们一家人呢 能够越来越幸福